不不不 严良说 他确实也是凶手 不过 只是个次要凶手 主凶是洛文 赵铁明皱眉道 犯罪现场 哪有指向洛文的证据啊 所有证据 都是指向李丰田的 指纹完全对上号 他是本地人 他是左撇子 而且 他还抽立群烟 严良连连点头 啊 那就对了 果然如此啊 赵铁明急问 你去凝视 到底查到什么了 严良站起身 舒展了一下筋骨 倒了一杯水 喝了一口 不急不慢地说 这件事 得从头开始说 还记得一开始 我们聊过的那个问题 凶手杀人 为什么用绳子 而不是用刀指也捅呢 赵铁明凝神 思索片刻 对 你是说过这个疑问的 到现在 也不清楚答案 凶手杀孙红运时 为何不直接杀死 在绿化袋旁 而是把人拖到里面 还刻意制造出 地面不留痕迹的把戏 增加我们的侦察难度 严良 这只会增加凶手 自己的犯罪难度 你现在知道答案了 严良并不否认 他继续说 凶手为何 要假冒死者 临终前 写下本地人 三个字呢 赵铁明 依旧摇头不解 凶手杀人之后 为何要点上一支 立群烟 赵铁明皱眉看着他 为何要留下一张 请来抓我的字条 继续说下去 为何所杀的人 全都是刑事人员 看样子 你是知道答案了 严良长叹了一口气 没错 所有这些疑问 都可以用一个原因来回答 他缓缓地 把这个答案 告诉了赵铁明 听完 赵铁明干张着嘴 半少没有回过神来 过了许久 方才开口道 你说的这些 严良沉重地说 啊 这些都是我的猜测 我的猜测 可以解释所有的疑点 可是 从法律层面上来说 我的猜测 尽管能解释所有疑点 却根本不能证明 洛文犯罪 也就是说 这是一起 无证之罪 我们拿洛文 没有任何办法 赵铁明摸了摸额头 眼中 寒光一闪 明明嘴 我马上找人 把洛文带回来 审他个三天三夜 我就不信了 三天三夜不合眼 他的意志 还能支撑他不交代 没用的 一点也没有用 严良有一些 不屑地冷笑一声 哼 不是所有人 都会对高压审讯 就范的 没错 你是破了很多案 抓进来的嫌疑人 我相信没有一个 能咬牙坚持到最后 始终不交代 如果你以为 这是高压审讯的功劳 那你就错了 高强度的审讯 确实会给 嫌疑人的身心 造成很大的压力 许多人扛不住 心理防线崩溃 最后只能交代了 但为什么 明明许多 心理素质极好的人 在抓进来之前 一直反复告诫自己 绝不能招供 否则 就要面临 最严重的刑罢 可是最后 他们还是招了呢 因为在审讯过程中 警方拿出了一些证据 当面还原了 一些案件的真相 嫌疑人以为 警方已经完全掌握了 犯罪事实和证据 自然觉得 抵抗已经没有用了 只好招了 可是这次的案子不同 因为洛文自己很清楚 我们手里没有任何人证 物证 没有任何可以 威胁到他的牌 只要他不招 没口供 我们拿他丝毫也没有办法 但一旦招供了 那么 就会面临致命打击 你说 他会怎么选